日常交往,英文常用语22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在你饿的时候,完全无法思考 什么事也做不了,无法集中精力 反正我是这样的 如果我吃不饱,我真的什么事都干不进去 而且会变得很烦躁,很生气 这个现象在英文里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叫hungry 看这个拼写是不是很熟悉 hungry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 一个是hungry,饥饿的 一个是后半部分的angry,生气的 这个词就是把hungry和angry两个词组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hangry 就是说你已经饿到一定程度,已经要发怒了 中文可以翻译为恶怒症 这个词其实在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科学家发现了人们有恶怒的这个现象 这个词在牛津字典里也有记载 最近因为社交网络的传播 hungry这个词再次流行起来 甚至成为人们常说的一种梗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生活中如何使用hungry这个词 i'm getting a little bit hungry what should i order for lunch today? okay one hour later where the hell is the piece i ordered? it's been one hour already a few moments later okay i don't want your explanation i'm very hungry and i'm about to get hangry 如果你在国外也遇到了送外卖这么慢的店家 你也可以用hungry这个词来表达你的愤怒 当然了,我们还是要先体谅一下外卖小哥的 你还有什么其他不会的英文词汇吗?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交流吧 走吧 lif